以赛亚书第四章 到那日,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 我们吃自己的饭,穿自己的衣服 只求你让我们归在你名下 使我们的羞辱可以除掉 到那日,从耶和华那里发生的苗 必华美荣耀 那地的果实成为以色列那些逃脱的人的夸耀和光荣 那时,习安余圣仍留在耶路撒冷的人 就是所有登记在耶路撒冷活人名册上的 都必称为圣 主要用审判的灵和焚烧的灵 把习安女子的污秽洗去 又把耶路撒冷中间的血腥洗净 然后,耶和华必在习安全山之上 并会众之上 在日间创造云和烟 夜间创造有火焰的光亮 因为在一切荣耀之上必有遮盖 也必有亭子 日间可以使人得印凉 必炎热 也可以做避难时藏身之所 或做躲避狂风暴雨之处 再往下 再换 préf转